2001年9月11日早上 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度假 那天他起来得特别早 6点30分就出来跑步 14辆汽车的车队将他护送到高尔夫球场 幕僚们甚至安排了一个彭博社的记者负责陪跑 8点整 布什回度假村洗了个澡 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 他比较关心简报里中国跟俄罗斯的内容 一小时后 他到达达爱玛布克小学 刚走进教学大楼 卡尔罗夫告诉他 有一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其中一桩 小布什以为是小型螺旋飞机没有在意 随后赖斯打电话进来 告诉他是一架商用飞机 小布什觉得可能是意外事故 事情应该不会太严重 没什么大反应 接着他在校长陪同下去听学生们进行朗读练习 他那时心情还好面露微笑 突然 安迪卡德跑过来自他身边 用浓重的马萨诸塞口音轻声说 总统 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的另一桩 美国正遭受袭击 听完 小布什整张脸瞬间僵住了 笑容也慢慢消失 但他做惯了公众人物 知道电视正在对着他录像 如果这时候他流露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估计一百年后也要传为笑柄 所以他没有起身离开 而是保持坐姿 打开一本故事书准备跟学生们分享 这时候 教室后面新闻记者手机铃声一片片响起 小布什知道情况肯定非常严重 但还是神色平静 白宫发言人弗莱社赶紧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字 请暂时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并勾举起笔记本让小布什看到 小布什一直等到五分钟后朗读结束 才走出教室 他保持着平静是为了显示冷静 离开人群后 他走进休息室 马上打电话给切尼 切尼是当天早上八点到达白宫上班 他的日程表上排满了会议 当他正在跟预算局的人探讨财政支出时 秘书打电话进来 语气紧急地说快点看电视 切尼马上打开电视 看到世贸中心浓烟滚滚 他也以为是小型螺旋飞机 并没有在意 紧接着他亲眼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南楼 这时他才明白过来是恐怖袭击 快步冲到了隔壁幕僚长的办公室 要求跟总统通电话 小布什的电话抢先打进来 他跟FBI局长 还有白宫新闻发言人对好了发言内容 就上了车队 飞速赶往空军一号 而在白宫的切尼则 马上被特勤处的人驾走 带往白宫的地下通道避难 只留下赖斯跟博尔滕一脸懵逼 待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等切尼到达地下通道后 又有消息说 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 这架飞机本来是冲着白宫来的 但截机者没有找到白宫的确切位置 就转去撞五角大楼了 如果截机者当时找到白宫 切尼可能就活不过当天了 商务十点多 世贸中心的南楼倒塌 随后北楼也跟着崩塌 切尼坦然地看着电视屏幕没有作声 但他内心早已无法平静 先前美联航93号航班朝华盛顿飞来 他就下达了击落的命令 后来有一架救护直升机飞向华盛顿 冷酷果断的切尼 以毫不犹豫下令击落 911恐怖袭击造成3000人死亡 小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 在美国本土亲眼见到 国民死亡人数最多的总统 第二天白宫的政府高官会议上 小布什发了很大的火 他说要不惜一切代价 血债血偿 傍晚时他去了五角大楼安抚国防部 回到白宫后 他就叫上反恐主任克拉克说 尽快把所有资料看一遍 看这次袭击是不是萨达姆干的 看他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 克拉克一脸懵逼 情报部门在上午的会议上 已经确定这件事是基地组织干的 这件事跟萨达姆没有一毛钱关系 但他并不知道 小布什跟切尼是下定死心 要干死萨达姆了 也就是说 911事件后的第二天 小布什政府就已经准备好了 要打两场战争 一场打基地组织 一场打伊拉克 打仗是要花钱的 减税措施 已经让克林顿留下的政府盈余 开始锐减 两场战争及后续问题 更让美国赤字 开始狂飙 杀都杀不住 一直把危机 留到了今天 减税方面 小布什的第一次减税在2001年 第一个法案旨在暂时减免 个人所得税 和取消遗产税 第二次减税是在2003年 这个法案旨在减少公司的 股息税 并扩充原先减免的 个人所得税 在战争方面 老布什的海湾战争 主要由沙特和科威特买单 而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斯蒂格利茨的计算 仅到2009年时 伊拉克战争就让美国死亡4000人 伤者5.8万人 直接战争费用 加上后期的抚恤成本等等 共耗费支出3万亿美元 光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美军就扔了800枚 这种导弹每枚价值160万美元 光战斧导弹 就烧掉13亿美元 而每个月美军在伊拉克的支出 就要160亿美元 打击本拉登的阿富汗战场 也老花钱了 根据2018年的数据 阿富汗还有16000名美军 一年要花掉450亿美元 其中人工费用就高达130亿美元 2010到2012年高峰期时 美军10万名官兵 在伊拉克一年就要烧掉1000亿美元 而中国2019年全年军费预算 也不过1776亿美元 小布什和切尼两大闷骚货 用了8年时间 给自己和后面的美国总统 挖了一个大坑 这个大坑到现在都填不完 2008年1月19日 是小布什在任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时候 他已经跟切尼闹得不愉快了 他穿上西装 跟平时一样 在早上7点到达椭圆形办公室 最后过一把总统瘾 那天他给13个国家的领导人 拨打了告别电话 像克林顿的最后一天一样 签署了赦免令 等他切完特赦令收回钢笔时 他完成了总统任气的最后一项工作 这时他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离任时的国债金额 从克林顿结束时的5.6万亿美元 并且都盈利了的良好财务状况下 被他搞到了10万亿美元 夸张点说 仅仅用了8年时间 他手中的国债增额 就达到了前面 历任美国总统之河 而且这个坑挖得又深又宽 后面排着队上任的奥巴马和川普 所有意图帮助国债转为为安的意图 还没开始 就被他溺死在萌芽里 小布什离职这一年 美国国债总金额是10.02万亿美元 美国国债利息是4511亿美元 奥巴马上任后 看了一眼国债数据 眼角不由得泛起泪光 上任实在太坑了 而且他还碰到了2008年 经济危机 必须拿钱就市 到2011年 美国国债金额达到14.34万亿美元 媒体纷纷指责奥巴马 把政府搞成这个鬼样子 奥巴马愤怒了 他立刻在白宫网站上 发布了一张图表 解释这些债务的来源 告诉大家 国债这股锅 我奥巴马不背 我们仔细看这张表 负债表里有7万亿美元 是小布什的遗产 光阿富汗 伊拉克战争 总共就负债3.1万亿美元 减税又搞掉了3万亿美元 而且像伊拉克战争 和战后抚恤这一类的 还得一年一年花钱 2009到2011年 奥巴马自己只搞出了 1.45万亿美元的债务 最大的开支 还是0.8万亿美元的 经济恢复法案 奥巴马花的钱 那都是救命钱 这0.8万亿美元 是拿去拯救 2008年金融危机的 美国政坛有一句话 叫民主党挣钱 共和党花钱 按常理 轮到奥巴马民主党政府 执政时 政府就要踩住 布什的国债刹车 但面对美国国债 这辆残破的专车 奥巴马深知其 一点修好的希望都没有 他不仅没有踩刹车 反而破罐子破摔 自暴自弃了 于是奥巴马同志 成为了下一个美债狂魔 我们向来摆事时讲道理 既然给奥巴马 按了个这么响亮的名号 得拿出证据来才行呀 不要着急 看瞎图 这是2005年至2015年 美国政府财务支出表 从2008年到2011年 每年政府赤字过万亿美元 可见被布什拖垮的奥巴马 基本放弃人生了 那时候媒体都叫他赤字总统 国会都坐不住了 如果赤字再这样疯狂增长 利息一直堆高下去 美国国债就别想卖了 2013年 神志恢复清醒的奥巴马同志 开源截流 终于将赤字控制在 6800亿美元 开源方面 2013财年 美国经济终于走出 2008年危机 税收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2.77万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13% 截流方面 奥巴马小心翼翼地 缩减了军费支出 减少阿富汗伊拉克的投入 经过一番努力 2013财年支出为 3.45万亿美元 比上一年的 3.54万亿美元 下降了2% 数字低于国会预测水平 当时国会预算局预测 2013年 财政赤字将高达 8,450亿美元 但国会两党 削减开支的主攻方向 是教育 基建 科研等开支 总额并不大的 非社保福利类支出 而军费 医疗社保福利 这些真正推高 政府赤字的推手 却减的还是相当有限 奥巴马上台后 不幸遇到了 神坑前任小布什 跟信贷危机 美国政府赤字问题 刚巧 在他手里头炸了 连续几年过万亿美元 当时美国经济 也在疗伤阶段 他是美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在任时 年GDP增长率 没有出现超过3%的总统 平均年均增长率 仅为1.6% 奥巴马心里苦呀 但奥巴马同志 不要伤心 不要气馁 我们没有怀疑你的能力 真的是你时运不济 擦干眼泪抬头看看 你会发现 下一任干得更差 到奥巴马离任时 美国国债总额 20万亿美元 8年时间翻了整整一倍 年国债利息5000亿美元 加油啊川普 你一定可以破这个记录